为什么会把它称为 进化跟疗愈小物 目的无非就只有一个 就是让你本人心安下来 然后你的整体的状态是安住的 就不会有任何外力可以撼动得了你 当人在心情很阿杂的时候 你就真的 你就自己是一个能量强 那你一定会吸引那些 跟你一样动阿杂的人 不管是有形跟无形的 所以其实最主要的真的就是 要把你自己的状态抗荡下来 那大家都应该有去庙里收过金吧 对 或者是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一些 可以让空间进化的方式阿 等等的那一些什么 树尾草啦 圣木啦 最近很流行的这些疗愈小物 那这一瓶呢 它的所有的植物的成分 其实都是采取那些 我刚刚讲到的所谓的进化 像是圣木啦 然后雪松啦 迷迭香啦 好多 树尾草羊柑橘 这两瓶 还有艾草 这两瓶它有不太一样喔 这个是原版的 这是原版的 小福平安 对 这个听说是限定版的 它里面有马玉兰 就是帮你做放松 然后基本的那些什么 艾草摩草 银杏萃取 月桂叶 就是去比较 明书疗法这一块的成分 我们也有加 然后顶级的精油 明书疗法 对 除惠的西方的精油 我们也有加进来 像是 普罗旺斯的薰衣草 然后那个刚刚讲你的 法国的树尾草 对 然后还有 迷迭香 伊兰 伊兰 甜 橙 雪松 都是用 很顶级的西方的成分 跟很东方的民俗疗法成分 然后做成的这一罐 真的很厉害 这个联名的话呢 它其实只是多了三个成分 就是 罗马粱甘菊 跟 巴拉圭古城 跟罗马尼亚的 那个 乳香 对 那其实 乳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成分 其实它就是多了这三个 它真的就是加强版啦 这个味道它其实真的就是 很一般进化的 对 这个真的是很进化的 植物的香氛的味道 然后它一样 这两款闻起来 其实都会让你有那种 好像身上很多 你这边帮我喷一口 不干净的东西 或者是那些烦恼啊 好像慢慢的脱下来 就有点类似 你的那种盔甲 一片一片的慢慢的掉下来的感觉